欢迎回来 Confi UI高级教学系列第一期的第二章节 我们继续来看看 IP Adapter图像提示适配器 今天会讲IP Adapter的工作流程架设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或者你是还没有安装成功的朋友 可以先参考一下第一章节的影片 基本上涵盖了这个扩展所有的安装方式 装好之后再回来 影片的完整文案 我都会放在Vocus的好多文字版沙龙里面 欢迎你加入沙龙来讨论 B站的部分 目前应该不会再额外制作简中文字版 真的是被小破站锁烂了 所以我不高兴用 但我会把重要的连结单独放在置顶留言 如果你有推荐方便连上的 适合放文字版的内地网站 可以评论或私信告诉我 我们先来假设一下 假设AI是一个切案画家 而你是他的甲方 平常我们使用的大模型 是他曾经学习过的记忆 也可以说是他具备的技法和基本功 而Prompt就是你口头给他提出的要求 现在你手上还准备了一些参考图片 IP Adapter就是当你只给他一张图片 要求他看着这张图片尽可能去模仿去画得像 你的口头要求和这张图片上的内容都一样重要 举例来说就像肖上画 画家会看着脸或是照片来画得像这个人 同时也保持着一部分他自己的风格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在介绍的神奇工具 IP Adapter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YT帮我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在B站帮我一键三连 加关注支持就是更新动力 感谢各位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Workflow到底要怎么排吧 首先老样子使用Low Default 叫出一个基础工作流程 接下来你可以透过两种方式来添加IP Adapter的方块 一个是使用搜寻框输入IP Adapter 另一个方式是空白处右键 Add Node然后往下找到IP Adapter分类 想搭建最简易的IP Adapter Workflow 我们要添加进这个画面里的 总共只有三个方块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IP Adapter或是IP Adapter Advanced 也就是进阶版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控制上不太一样 第二个在IP Adapter方块的左边 找到IP Adapter这个小点 往外拉新增IP Adapter Unified Loader 如果你今天是要让AI特别针对长相来处理的话 就选IP Adapter Unified Loader Face ID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来跑一下给各位看看 最后一个是从左边的Image小点 往外拉新增一个Load Image方块 这是用来提供参考图的 加完之后把线连一连就搞定了 现在的IP Adapter Plus 已经把参数设置做得比以前更简单了 我们把最重要的几个拿出来看一下吧 权重是指作为图像提示的IP Adapter 将会介入生成的权重 它跟K-Sampler的CFG之间有着关键的相互影响问题 IP Adapter的权重越重 图像提示对生成的干涉就越强 这时候如果你把CFG也设得很高 就比较容易产生过拟合 简单来说就是文字和图像的提示 两边同时在抢夺生成控制权的感觉 当然这还是要取决于你想要的画面 以及模型和Prompt和输入图像之间的适配程度 也许测试后 你会觉得两边都设高的结果才是你喜欢的 也说不定啦 那这个权重官方推荐的数值是0.8 如果设置为1的情况 CFG就不建议超过7 如果你使用的大模型是XLC的 那么CFG不建议超过5 基本上我会推荐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模型 你都是5到7之间来做尝试 下面的开始跟结束之前也有看到过对吧 它就是让你设定IP Adapter在整个生成降噪的过程中 是否要全程参与干涉 所以这两个数值能设定的参数都是在0到1之间 最后一个是影响它的分离交叉注意力 是要更注重于图像提示的内容 还是文字提示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Unified Loader 这里是让你选择要使用前面下载的 哪一个IP Adapter提取模型 分别提供了从轻到重6种不同的图像特征提取强度 越强力的提取模型能够体现出的风格就越明显 但是越明显不一定就是越好的 所以还是要根据你期望得到的结果来做调整 要注意一下其中Lite跟Full Face这两个选项 只能应用在SD 1.5系的模型上 最后就要来上传图片作为图像提示 首先你需要知道一个重要的观念 IP Adapter处理图像提示的方式是正方形 正方形 无论你输入的图片是什么尺寸 它都会自动从最上方来抓取1比1的正方形内容 尺寸最准确的话应该要采切到224×224 非常小哈 这是ClipVision所能处理的大小 所以比较建议你要么先在绘图软体或影像编辑软体里 先裁切好你要使用的图片 要么就添加一个用来裁切的预处理方块 当然你也可以就摆烂让它自己随便切 Confi里裁切图片的方块有两种 在搜寻框打上Crop选择ImageCrop 这个方块是Confi自带的 可以设定长宽和精准的裁切起始点坐标 把裁切完后的图片输入到IPAdaptor里面 然后多拉一个预览方块出来 你就可以开始调整裁切后要保留的内容了 不过这个东西它是不能调整大小的 有时候你的图片可能本身就很大张 直接切可能包含的有效内容太少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在外部先缩放好图片大小 或是再添加一个Resize方块来重新调整图片尺寸 懒得手动计算的朋友可以把模式调整成Crop and Resize 另一个方块叫做Prep Image for Clip Vision 这是IPAdaptor Plus内包含的功能 可以直接用选单来指定裁切的起始位置 它会自动等比例 把图片缩放并裁切到224x224 还可以调整锐利化的程度 让图像中的特征能更好地被IPAdaptor抓取 呃或者你也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图片预览工具来做预先处理 只要能让你最后输入进去的东西 上面确实有你想要被提取的内容 就好了 方法都无所谓 那上传好图片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调整基础工作流程里面的其他内容 在测试的阶段 我会先固定Seed 采样调度也会选择最基本的 把文字提示的部分先清空 我们跑几张图来看看 这样就完成了基础的IPAdaptor Workflow 那么着重于提取脸部特征的Face ID工作流程 其实跟刚刚那个基础的差不多 懒惰一点比较不要求的朋友 可以直接在Unified Loader选择Plus Face or Full Face 那勤快一点的朋友呢 你可以选择把Unified Loader换成Unified Loader Face ID 然后把这个IP Adapter方块也一起换掉 换成IP Adapter Face ID 如果你想尝试当个勤快的人 我们一样从D4工作流程开始 叫出IP Adapter Face ID方块 然后IP Adapter小点这边往外拉 新增Unified Loader Face ID 接下来跟前面都一样 我这边就快速把东西都接完 图像这个反向提示这里 不一定需要输入 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要不要添加就好 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Clip Vision可以拉一个 Load Clip Vision方块 手动来选择Clip版本 基本上维持Vid Edge就好 如果效果不好的时候 再切换到VidG试试看 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 可添加可不添加的方块 脸部提取的预设总共有四种 但其实我们只会用到三种 分别是第一个Face ID基础版本 第三个Plus V2 和最后一个Portree Star Transfer 那个SD 1.5 only的版本啊 其实不太有使用的必要 如果你真的想试试看 那就需要回到IP Adopted Plus的Github 去把写着器用的对应模型和LORA 载下来才可以使用这个模式 我忘记我到底有没有把这个 放在上次提供的模型包里面了 所以也许如果你是抓我打包的模型 可能不需要再另外下载 那它一样在输入图片的部分 只能处理正方形的图片 记得先做好彩切 Face ID它吃的是脸型跟五官 上至髮际线下至下颗线 不吃髮型 但偶尔会因为髮际线吃到一点头发的颜色 建议使用正面、平光、没有脸部装饰品 没有刘海遮盖的图片来作为参考 整个图片最好就只有脸或者头部 不需要包含身体 因为并没有什么屁用 那说完了基础工作流程和脸部参考工作流程 我们来多讲一个简单的应用方式 让人物穿上你指定的服装 我这边提供的方法 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不额外安装其他的扩展 也不需要你做外部处理 外部处理的意思就是像用绘图软体去画遮罩 或是提取色码来生成遮罩之类的 我这个workflow的目标 是让你用基础工作流程加上IP Adapter 就能搭建出来 那架构简单 相对的它控制的精准程度就会比较低 如果你想要非常漂亮 非常精准的呈现换装结果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先准备几张图片 衣服的图片 一件或两件 我们这边的示范是准备做上下两个部分分别指定 所以你可以准备上衣和裤子或裙子 尽量是只有衣服本身的图片 一个人物全身图 这个人物图图面上的内容并不会被吃进去 只作为画遮罩的相对位置参考来使用 那我们一样从Default开始 叫出两组Unified Loader和IP Adapter 这边我们选择进阶版 这个IP Adapter Advanced 因为等一下需要它的控制项 然后从Image小点拉出Load Image方块 从这个Attention Mask小点也拉个Load Image方块 现在总共会有四个输入图片的地方 这四个要放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全部叫好之后 把IP Adapter之间接一下 一路接去CaseM了 接下来你可以先上传图片 这个部分代表上一区块 所以在这里输入上一的图片 那这个部分代表的就是下半身 上面这两个地方上传同一张全身图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遮罩 在图片上按滑鼠右键 找到Open In Mask Editor 这是Confi自己的超阳春遮罩绘制工具 Thickness是笔刷大小 Opacity是透明度 调整的话你可以比较清楚看到自己到底遮住哪里了 啊这个Color齁 它只有三个不同的模式 你选一个看的顺眼的就好 遮罩的颜色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区域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它没有橡皮擦 也不能Ctrl-Z 画歪了你就Clear敲下去重画一遍吧 画完之后点Save to Note 然后去把下半身那张也画了吧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纹身图的遮罩 不是图身图的impend 画这个的目的是告诉AI 告诉你的模型 说我提供的这个服装参考图 只要作用在这个范围内 它同时也会让AI理解上下半身的位置 所以前面才说 这个全身图只是垫在底下 用来参考相对位置的 你在画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的是 你的服装参考图本身 是什么样的服装 这些服装是什么形状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画面 全身图上面的长裤 完全不用管它 我就是把裙子的形状 糊在它应该大概要出现的位置上 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画得很细致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参数 两个Unified Loader 我们都选Plus High Strength这个模式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调成别的 就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效果 但是在服装替换上 我的建议是就用这个 然后在IP Adopted Advanced里面 你的权重 注意哈 权重都最好超过1.5 你的参考服装细节越复杂 建议权重就设越高一点点 如果是很简单很常见的服装 那你设低一点AI应该也能够理解 像我这边因为这个裙子的样子比较特别 它不是一个四方形的裙子 所以你会看到我遮罩画的 也是大概这样的形状 然后在权重的部分 稍微设得高一点 下面这个Weight Type 选择弦中类型 选择Ease In 然后这个参考作用结束的地方 可以设在0.7到0.8 根据结果你可以去做微调 剩下的其他参数你可以调整来试试看 但也可以不用去动 最后我们看一下熟悉的部分 K Sampler 的 Seed 为了控制变量 我们一样使用Fake Seed 数字随便给 你开心打什么都行 步数可以设低 因为还在调整的阶段嘛 不需要说每次都等它run个二三十步来浪费时间 在这个时候 CFG 请你设置在很低很低的数字 给IP Adapter 更多控制画面的发挥空间 然后把你的 Check Point 啊 彩样调度器啊都选好了之后 稍微写一下提示词 可以不用写得很详细哦 像我这边只写了全身金发衬衫皮裙 如果你提供的服装样式更简单 你甚至可以只写个全身性别就结束了 搞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跑看看 你也可以在这个流程后面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样去接Upscale 或是接Ctrl NAT 来得到更好的结果 也可以在遮罩处理的部分去做一些更进阶的处理 最后如果你还不太会构思自己的工作流程 IP Adapter 作者在这个扩展里面 也附上了一些不同的应用范例 你可以从Confi的Custom Notes资料夹里 找到IP Adapter Plus的资料夹 然后有一个Examples资料夹 里面就是开发者提供的办例工作流程 我自己用起来是感觉它在脸部提取上 比以前那些换脸的Roop或是Pixi 还要好用非常多 对脸部特征提取的能力很强 生成出来的结果也没有之前看起来那么僵硬 不过还是那个老问题 就是西方人比亚洲人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是因为它最底层的那个模型 Inside Face 在训练的时候 白人的脸部样本数量更多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那它对艺术风格的提取成果也很不错 就是平面的二次元内容 不像之前的Roop是不太适合应用在写实风格以外的地方的 终于你可以靠它来实现人物创作时的特征统一 在你想要构思原创角色的时候 应该可以帮上很多忙 好的 那么今天没有小技巧时间 希望这个教学有帮助到你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或是Discord频道留言 也欢迎跟我讨论你对IP Adapter 的使用心得 把影片分享给你对AI算途感兴趣的朋友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